六步骤实践海洋亲子共学 建立习惯的回圈创造海洋记忆点 孩子在海洋学习过程中 他必须练习面对许多的未知 并且学习海洋环境变化的成长体验 运用各种能力去适应海洋 去克服恐惧 一次又一次的修正 简视与挑战 无形中长出了想象力 观察力和自信心 冒险特质油然而生 也会认识到自己其实具有多样的潜能 如果说好奇心与探索力 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那么户外确实能支持孩子 保有与唤起学习的渴望与乐趣 如果说现今是个VUCA时代 极为volatility一变性 uncertainty不确定性 complexity复杂性 ambiguity模糊性 那么户外总是因各种因素 会产生许多变动与不确定性的状况 就更能提供孩子学习适应变化 以及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海洋的丰富性 多样性更是不在话下 因此 当孩子在海洋中学习 或从海洋学习 他需要具备更多的勇气和能力去探索 体验海洋的四季课程 在海中旅行就像游乐园 发动阿西两兄弟 跟着妈妈从台中转来澎湖读书的小孩 在来澎湖之前 在海边的经验大概就是细水或玩沙 转来澎湖县西雨乡和横海洋实验小学就读后 开始大量接触到海洋课程 从秋天之海 冬天护海 春天青海 和夏天爱海的四季课程 海洋应受各种因素所带来的改变 大大的打开了他们对于海洋的感官认知与体验 客余或假日时 他们最喜爱跟着家人和朋友到海里游泳 练习自由潜水 阿东说 我觉得大海就像是一座游乐园 夏天时可以去避暑 春天时可以去玩水 有时候游很远的时候 觉得我像是在海里旅行 海是一个很好玩的游乐园 而阿西则是利用假日时 学习帆船 一个人独自行驶一艘船 在海上用另一种方式与大海与自己相处方式 他说 我觉得越滑越好玩 但需要很大的勇气 帆船是与海船 风三元素 再加点冒险 也是具危险性的技术性活动 当行驶出去一次 就是多一次的练习与挑战 慢慢的产生自信 立下下一个学习目标 建立家的海洋风格 传承像海洋般的宽阔包容 在海洋教育实践的路上 如果家长都能支持与共同陪伴 成效肯定是加成的 甚至能成为一种家的风格 而成就这样的风格 大人需要不断的学习 在海洋日记第三集 周哥周妹的《无人岛奇幻之旅》 这一集影片中 完全支撑了这一点 影片里周哥说 爸爸说他要把他全部会的都交给我 这一句深深打入我心 周哥的父母亲 都是热爱海洋 且善于海洋独木舟的好手 他们也陪伴孩子在海洋一起学习 不断的创造环境和机会给孩子 让孩子享受在海洋悠游且愉悦的体验 爱海洋的情感油然而生 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得出 兄妹的感情也因海洋而更加紧密 周哥喜爱看着周妹在海洋中 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练习 看着她因不放弃而习得的成长 为彼此庆贺 同时也会不断的鼓励着妹妹 虽然周妹总有些情绪 但周哥对妹妹的包容度像海一样宽阔 随着课业繁重让周哥偶有心情低落时 但周妹也总是在身边陪伴着她 周哥周妹家的故事因海洋而更天丰厚 生命体验因此有更多积累 海洋亲子共学六步骤 让海洋记忆成为人生礼物 老师和父母 是孩子愿意走入户外走进海洋的重要推手 而老师和家长在海洋教育中 要如何陪伴和引导孩子学习呢 一愿意踏出去是第一步 实践海洋亲子共学 很重要的就是愿意踏出去 简单的第一步 再用原子习惯的方式 透过取得小小的成就 让彼此对于海洋产生兴趣 切勿一下把强度与难度拉太高 造成意愿下滑 二 慢慢建立习惯的回圈 原子习惯与 我们为何这样生活那样工作 这两本书的内容都提到 造成习惯的一个回圈 也就提示 渴望回应与奖赏 一 提示 买孩子喜欢且具安全性的装备 让他感受到出门的愉悦 二 渴望 想象去海里有熟悉的朋友 一起游玩的乐趣 三 回应 安排一个可以达成 并且容易有信心的目标范围 四 奖赏 无论如何 不是每一个孩子一开始都喜欢海洋 老师和爸妈也是 因此 尽量让每一个达成目标 都给彼此一个小奖励 让行为被鼓舞 一次一次建立出习惯与好的记忆点 三 试着设定活动的目的 从事海洋活动的目的为何 小小的主题透过习惯回圈四个步骤 慢慢建立孩子对于海洋的渴望与好奇 这目的的设定可能是 到海里找小丑鱼 去抓螃蟹 认识一样新的海洋生物 游玩涌后可以在海边吃西瓜等 主题的设定不但可以增添到户外的乐趣 同时也会让他期待下一次 四 做到风险问题的掌控 任何活动都具有风险 但不是消极拒绝而是积极学习掌控风险 做好风险评估 适当的冒险 会更具有挑战 且孩子得以更强壮 挑战度过高 容易丧失信心 挑战度过低 容易感到无聊与厌烦 五 机的大人也要做功课 有些海洋活动的门槛 的确是需要专业的教师才能实践 但千万不能把教育的机会和责任 全部都给了别人 如果家长同时间可以一起参与 在不干扰团体运作下从旁陪伴 在适当的时机再给予协助 家长的陪伴也可以是观客者 学习专业教练如何带领孩子 当下次再经历类似的活动时 家长就可以独当一面 甚至老师和家长也可以报名参加海洋活动课程 不但可以培养个人兴趣或专长 还有机会可以跟孩子共同成长 六 找到相同理念的家庭 独自带孩子挑战一些体能上的户外活动时 的确比较吃力 有时 难免会遇到孩子害怕 臭脸甚至冲突 过程瞬间变成灾难 因此 找到相同理念的家庭 孩子年龄和能力相仿的 邀请共同参与是一个可行方式 孩子有伴 大人互相照应 教育的路上不孤单 期盼 透过学校教育或亲子共学 带孩子走出陆地 突破削波块包围的束缚 放下对海的恐惧 走向大海 带着孩子在大海里 寻找各种惊奇与新发现 看见水下鱼群 珊瑚水草的阿挪多姿 感受与大海互动的生活乐趣 相信长大后 他们仍然保有着一份对海洋的记忆 是属于孩子们与您一辈子的珍贵礼物 作者 王秀兹 责任编辑 陈珊珊 陈奕文 何稿编辑 李扬 声音编辑 黄惠美 感谢雅婷知会技术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